大家好,这里是华夏时书 今天咱们来讲一个有意思的事情 说有一位将军被皇帝派到西域去收复蛮族人 结果这位将军不但没有完成任务 反而在西域自立为王的时候 这个人是谁呢? 他就是吕光 是前秦君主福坚的一员虎将 这个福坚是个少数民族 能力手段在当时都是一等一的 按理说当时的局面 这个福坚是最有可能完成统一大业的 可是呢,肥水之战,福坚输了 丧失了战争主动权 只能归缩在自己的都城里被动挨打 虽然是被动挨打 但这个福坚却还想着收复西域的事 于是就派自己的心腹大将吕光出征西域 希望能给自己赢得一块根居地 出征前,福坚和他的儿子一起送这位老将军出发 太子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 太子说吕将军深有意向 这次出征一定能够拿下西域 为什么太子会这么说呢 原来这个吕光是个重铜 我们都知道,历史上有重铜的人 最后可都是成就了一番伟业的 这个吕光也是个很会带兵打仗的人 自幼熟悉奇门遁甲与兵法 我们知道啊,这个西域是一个统称 是由许多个小的国家组成的 当他带兵来到西域的时候 很快就把当时西域的一些小国家给收复了 而在当时西域地区有个老大哥类型的国家 叫丘辞,丘辞物产丰富,活力强盛 而他的君主白淳也是一位明军 面对吕光的招安也很硬气地拒绝了 于是,吕光没办法 只能用围困的方式将丘辞的都城围了起来 而丘辞因为两草耗尽 逼得和吕光的军队决以死战 最终,丘辞军大败 吕光算是收复了西域 而这个时候传来一阵热耗 吕光在国都内被人杀害了 吕光非常伤心 命手下的军士都为吕光代孝一个月 由于国都已经被攻破 吕光也没法回去复命了 于是,就在西域建立了自己的国都 自己称王了 所以说啊,这个乱世出英雄 也埋藏着许多的机会 很多的英雄之前也都是草满出身 却在乱世里抓住了机遇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欢迎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见